Add New Translation 日文的話是JA 所以你找到JA開頭的 JA開頭的 JA之後的話 Japanis 因為它有很多種 你就不要選,你就選JA就對了 按確定 一樣會出現一個Swing檔 Ctrl C 貼過來 Ctrl V 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再把日文的 這幾個字 把它Copy貼過去 全部做完 當然還有韓文 還有英文 通通都做完 做完之後,記得按Save 我們來看一下 日文的部分就出來了 日文就出來了 電話方號 一樣的方法,還有韓文 還有其他的語氣 那分別做完之後的話 你這個地方就會有多過語氣 那最後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Run到你的手機裡面 或者是說你的那個 模擬器,你會發現 在模擬器裡面呢 如果你的語氣 語氣先Home鍵按Menu Menu裡面的話有一個設定 設定裡面有個什麼 語言應該是這個地方 在最下 地區及語言選項 這邊的話 你可以找到那個 語言與鍵盤這個選項 我模擬器是2.33的 如果說我今天選的是什麼 選的是,這邊有很多語系 比如說我今天選的是英文 英文我任意選一個英文 比如說United States 或者United Kingdom都可以 然後我在Home鍵按住不要放 切回到那個剛剛的這個 你會發現它就變英文了 也就是說如果任何的手機 它的預設的語言不一樣 它就會選擇它的語系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特別注意,從這邊可以 Add Translation 你可以分別把你需要翻譯的部分 翻譯一下,然後再貼過來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多一個語系的話 就會多一個國旗出現 一個國旗出現